嗨 大家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今天除外景 我们今天要干嘛呢? 我们今天要来搭配 我们心目中最完美的素食套餐 冲啊 走吧 那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要做这个主题呢? 因为呢 现在很多素食业 我觉得他们都很不误正业 不误正业吗? 爱开玩笑 所以呢 就是他们有一些产品呢 其实主打产品都不是市面上的 让大家最喜欢吃的 反而是其他有一些产品的表现 异常的突出 好 那我们这一次就选 四家素食店 我们要分头去采买各自觉得 最受欢迎的食的品项 好 那我觉得这样OK 那如果不好吃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不好吃的话 或是你知道选错品项 我觉得我们就 握肩摔对方 或者是下一次进场 用三个特班进来 那可能会有点高难度 我就是 啊 我知道了 不然我们就是下一次的影片 然后那个人他进场的时候呢 他就要自己想办法 华丽的进场 你知道转圈干嘛的 然后我就是不帮他加任何特效 这样超级尴尬的 对 就让他尴尬的进场 没错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吧 出发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拿破里 那很多人都知道说 拿破里他主题的其实不是披萨 因为他有非常好吃的炸鸡 所以呢 我们是特别到他 七月份新开幕的这个炸鸡专卖店 没错 他们终于恢复主业的营业了 所以我们这次要来到这个 这个炸鸡专卖店 来购买一些品项回家吃吃看 好 我觉得我非常聪明 因为我的两间呢 是麦当劳跟肯德基 所以我就挑了两间非常近的 首先我就会先去麦当劳 那麦当劳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薯条 但是我听了不少人说 觉得它的薯条会有点软烂 然后又有点太咸之类的 但是呢 我还是会买 然后我会再附加一项 鸡块的部分 我觉得鸡块一定非常多女生会喜欢 那素食套餐呢 基本上对我来讲啦 它应该要有一个主食 就是汉堡 那如果说到汉堡的话 我会选择汉堡王的华宝 现在就要前往超级近的肯德基 买什么呢 肯德基说到当然就是 点心专卖店了 所以我要买我最喜欢吃的原味蛋撻 走 好的 我们终于回到了家 好热买 要议下大事 就是那天很热 我也很收了 它今天真的超级热 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来开箱 我们今天各自买一些什么东西 好 你那边第一间是 我这边第一间 我来先讲汉堡王 说到汉堡王呢 我们就会想到它的汉堡 所以我就买了它比较经典的 汉堡我觉得可以 汉堡王好像也不太会点什么其他的套餐 我现在好像也有点想不起来 这次我是买小花宝 想说因为还有其他的餐点 要一起吃 我怕它太饱了 所以就是买小的 所以它是这次的主餐吗 是吗 它算是这次的主餐 然后汉堡的部分 汉堡王买汉堡 我同意 这我同意 可以吗 可以可以 谢谢啦 那我可以吃了吗 你可以慢吃 但是呢 你还有另外一间女王鸡啊 你要先讲你的另外一间是什么呢 好 我的第二间呢是 拿玻璃炸鸡专卖店 炸鸡 炸鸡是新开的那个吗 对就是7月份 它才在台北开了一家专卖店 它里面呢 它有办一般之前在拿玻璃Pizza 就会出现的炸鸡 一般传统炸鸡 还有它这一次出了棒棒腿 它刷店里面是有卖棒棒腿 还有些炸蔬菜的部分 我有查过它的菜单上其实有分 撒粉的跟刷酱的 就是你知道吗 还有两种大的不同口味 然后里面又还有一些小的细项 所以其实种类很多对不对 对但是我最近是买原味 因为我想说原味我们就要先吃个原味看看 原味不错 那这两个小盒是 这两个是蔬菜 有你喜欢吃但是我不喜欢吃的 秋葵是吗 没错是秋葵 还有鱼筋太米笋 鱼筋 鱼筋人人爱 自己帮他写一个注解 很像是咸酥鸡的套餐 真的耶对 因为咸酥鸡也会有一些炸的配菜 就是大家可以自以为健康点一下蔬菜 那其实还炸的 哈哈哈 你今天去有很多人吗 我今天去的时候 因为他十一点开门 当我到的时候大概十一点 快十一点半的时候 所以这种其实有蛮多人在等的耶 平日喔今天是平日 不过它的速度会有慢慢 应该还好吧 还好大概等了十五分钟 出门拿到我的餐 那我觉得还ok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找新开的拿破里的炸鸡店 来去吃吃看喔 好 好我现在就要来立刻开始吃我的蔬菜 那大家就是 謝謝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影片到此为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自己的咧 你自己的咧 对啊 我有买是不是 我也有出去买 不好意思喔 我的部分呢就是麦当劳跟肯德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麦当劳 让我用两倍数来讲完这些事情 好 因为我们现在很饿 很随便有没有 没有啦 麦当劳我选择的就是 素条跟 鸡块 喔鸡块可以 鸡块你喜欢的对不对 对而且它还会有糖醋酱 你知道有一些人呢 薯条的部分也会沾糖醋酱 你是这种人吗 是 因为我觉得它的糖醋酱很棒耶 所以其实只要买糖醋酱就好 我也觉得还是 其实我们这些都不用 然后我就去麦当劳说 麻烦请你给我一包糖醋酱 我们今天就介绍的部分呢 就是糖醋酱的部分 很乱闹 鸡块的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它也不会太多 然后就一块一块这样吃 然后很快就可以吃完也很方便 所以我选择这两上 你觉得还行吗 客观觉得还行吗 而且有糖醋酱就加分 哈哈 糖醋酱perfect 那接下来呢 就是最后你看 我们现在已经有赢了整个set 我们煮餐什么呢 配菜什么东西 没错 最后呢 你知道我就是设想周到 最后呢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来一下 甜点的部分 你猜猜肯德基甜点 就是蛋塔 没错 后来其实有出一些新的口味 对不对 但是我个人就是觉得 经典的还是最好 对 所以我买了原味的蛋塔 我觉得它的甜度 之类的都刚刚好 就是肯德基是一间点心店 哈哈哈哈 炒鸡也还ok啦 但是我觉得它蛋塔更不适合 对 如果只能选一项 我就会选它的蛋塔 我们这次最后搭配出来的套餐就是 主餐是汉堡王的汉堡 还有新开的拿玻璃炸鸡店的 多元炸鸡和鸡腿棒棒 以及拿玻璃炸鸡店的配菜 还有麦当劳的薯条和鸡块小点 最后呢 我们再配上肯德基的蛋塔当点心 嗯 等一下 有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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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胃我吃 你妈也吃 就只有她不吃 嗯 嗯 我有点红茶 这边是螺丝的 嗯 这是冰红茶去冰家蒙蒙片 虽然它不在这世界里面 不过我们还是推荐给大家 套餐里面的饮料就是 莫斯 冰红茶去冰家蒙蒙片 大家都有同意我们这次搭配的完美套餐吗 如果您有推荐的超完美素食套餐搭配的话 也欢迎告诉我们咯 OK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